嗨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今年雙11的淘寶買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這一次在淘寶的活動裡面 我是搭配LINE購物贈送點數的活動 因為當天購買的話 他有送11%的點數回饋 LINE的點數還蠻好用的 而且其實就是回饋給我們自己 直接折底用 就很像是賺到一樣 這其實算是我第一次 在淘寶上面買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之前沒有買過 然後我覺得要集運阿 還有就是 要去比價阿 有點麻煩 怕就是 花了更多冤枉錢這樣 結果因為這一次 那個LINE購物的合作關係 所以呢 我就有好好研究了一下 我最近阿 就是都蠻常自己煮東西的 然後我就發現我們家的廚房用具 就是 恩 用的不是太方便 然後也沒有什麼儲物的空間 然後冰箱因為買了一堆菜 然後一堆食材 然後塞的滿滿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亂 所以呢其實我在這一次的淘寶裡面 我都沒有買什麼衣服 然後美妝什麼 都沒有 真的很少 我買最多的就是廚房用具 跟日常用品 應該有的人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就是 沒什麼東西好說的 但是我覺得我這次買的東西品質都還不錯 然後沒有收到很雷的商品 所以呢我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阿 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個 恩...這個 這有四入組 然後每一入組呢 都有一個蓋子可以蓋 就是長這樣 恩...我看一下喔 阿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 是因為它的那個 單格的那個空間滿大的 會有這樣 這麼多 然後你在冰箱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抽出來 就是很方便 然後它的蓋子阿 蓋上去的話阿 你也可以就是 在那個 恩...盒子外面 寫上一些標籤 你可以 自己比較容易認得的 那我覺得就不用花時間在那邊 開冰箱 然後找東西 我覺得它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 第二個呢 一樣是廚房用品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我只有買了一個 恩...因為之前都沒有很認真在煮菜 所以其實有些很多那個 蔬菜的妹妹嘎嘎 都不是很清楚 然後我就發現阿 有時候阿 蔬菜阿 你洗...洗了之後 沒有馬上吃阿 很容易就 因為那個水氣的關係 就爛掉了 然後它的這個 其實我是想要買來 裝那個魚的 它底下有一個 就是濾水網 然後 這樣子打開之後呢 這個濾網 就可以讓你就是 把那個水阿 集合在下面 因為它有一個這個墊子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然後大概就是可以放一些... 其實它沒有很小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 放大概一條魚 或是幾條是花枝之類的 就是都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另外呢也是要分享就是儲物盒 我買了一堆無微不微的儲物盒 這裡 這個儲物盒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件組 然後它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它有那個...大小之分 它不是每一個都是一樣的大小 所以就是可以讓我分門別類一些小東西 這樣 欸...七件組耶 它其實第七件是下面的這個收藏盒 然後呢...從最...可以看到這邊 它的大小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是最厚的 然後這是最薄的 它有做那個凹凸的 喔...看得到 凹凸的 其實它也是可以有一點濾水的功能 然後如果你都沒有要用 或是說你...你全部東西都裝好了 分免別類擺好了 你就其實可以把這個... 呃...六個盒子直接放進冰箱裡面 然後藥就直接拖出來 我覺得是它可以省很多空間 然後它是...它其實是這種直立式的 不是這種狠的 然後就比較不會佔空間 我就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好...無聊了對不對 因為真的沒什麼 再來就是說啊 因為最近啊...煮菜 所以會很容易用到一些配料 比如說...薑、蒜、蔥 然後所以我就去買了這個 它也是有濾水功能的 然後...它其實...它的名字就叫做 蔥花收納盒 它就是一樣濾水 所以你那個蔥啊...切完之後放進去 你要就拿一些出來...出來用 然後你就可以一次切很多 好...講到切很多呢 切...碎...跟...切碎的東西跟切末 還是很花時間 所以就買了這個 登登...多功能的切片 切條的那個...料理的東西 其實呢...裡面的東西總共有 在底下的這個座 你切完東西會直接掉進來的收納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上面的這個 嗯...切片...刀片 然後我說它是很多合一的 是因為呢...它其實是可以換的 像這個就是切細絲 然後它這邊可以抽 這是切什麼的...不知道耶...在研究 然後這是...這是切絲的嘛 然後像這個就切粗...粗...很像薯片的那個紋路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切粗...條紋的 然後它就直接收納在旁邊 我就覺得很方便 好...然後這是切片的 所以有時候...呃...像...洋蔥...小黃瓜 你就可以用這個耶 欸...這樣超方便的耶 我滿期待用它的 然後還有附一個這個瓜 就是削皮器 然後還有...剛剛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讓你...這個 就是讓你固定 比如說是...洋蔥 或是說...馬鈴薯 你就是把它擦上去 它就不會...你在嚕的時候就不會亂跑了這樣 我覺得好像很好用耶 這是期待用攤 最近想要來做一點...蘿蔔糕 然後蘿蔔糕就是...要自己切絲嘛 所以...交給這個機器做應該是還滿不錯的 盡情期待 然後如果我有做成功的話 就是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好...這個是之前我... 在拉那個購物清單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他還滿期待我分享這個東西的 然後...先給大家看 它是我...最重的商品 而且它其實寄來的時候它有少件 然後我們再...請它補件 所以它...這個我等它等最久 所以開箱才會這麼慢出來 因為它...是分了兩次才寄過來的 就是... 就是...總共的配件是這樣這樣 欸...超重的耶 然後呢...它就是有...四個油罐組 就是這麼大喔...幾ml的... 500ml... 500ml的那個...玻璃瓶 然後...總共有四個 所以呢...我每...我發現就是... 因為我在煮飯的時候... 一下要開醬油...一下要開橄欖油... 然後...就覺得...每次都弄到手都黏黏的 就是很... 很...阿燥... 所以我想說...去買一個這個... 這個油罐應該是還滿方便的 就是...可以這樣開... 蓋起來... 所以我在煮飯的時候我就直接這樣開... 到多少就可以... 就不用那邊... 嘖...好像會擔心自己弄過量這樣子... 然後呢...它還有附三個這個罐子 然後...我這個有先貼了...這個是要放鹽的...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木蓋... 然後...它還有附湯匙... 其實它湯匙附了六個給我... 可是我只有三個盒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給那麼多... 對...我還沒有裝... 然後... 這個打開來就是有那個... 木頭的香氣... 我覺得很香... 然後...總共有三個... 然後...另外兩個... 我還在想我要放什麼東西... 然後...它下面還有三個小抽屜... 就是...是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就是這樣... 那個湯匙也可以放這個釉... 然後...我已經有貼了... 這個要放辣椒... 乾辣椒... 然後...這是放什麼... 八角... 所以我會滷味... 然後... 這個還沒想好... 我還在想可以放什麼東西... 它總共這個... 嗯...六件... 廚物組... 總共還附了一個... 這個架子... 欸...超重的... 我想說... 這個放在我的廚房一定是... 非常的... 好看... 很有質感耶... 我的廚房瞬間... 然後還會變得... 很... 方便... 做菜的時候會很順手... OK... 我的廚房用具就是告一段落... 其實沒有買... 沒有買什麼啊... 就這樣啊... 然後其實我買最多也是這些... 我接下來就是要來介紹... 嗯...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呢... 就是... 我買了一個... 就是很便宜的... 就是那個放太陽眼鏡的眼鏡套... 因為... 之前... 朋友送了很多太陽眼鏡... 但是... 嗯... 就是會給那個比較厚的盒子... 可能有點像... 這種的盒子... 那有時候你外帶出去有點麻煩... 然後... 現在都小包包嘛...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個這個綿的... 這好像才19塊... 台幣... 喔... 詳細的價格就會秀在旁邊給大家看...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點那個... 然後還買了一個... 就為了湊... 滿額... 折... 所以就還買了一個便宜的... 裝那個... 美妝蛋的... 蛋架... 是... 因為化妝品... 化妝品就還越多了... 然後我的那個... 房東附... 房東附的那個... 化妝桌... 很大... 但是... 沒什麼收納空間... 然後它其實不太好用... 然後...所以... 我的桌面就是... 都白... 白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買那個... 壓克力的收納盒... 然後我之前已經有買過小的... 但是在台灣買的... 我覺得在台灣的樣式... 沒有淘寶的這麼多... 然後也蠻貴的... 那所以... 這個其實... 體積有點大啦... 它的運費也有點高... 但是其實平均算下來... 跟台灣的還是... 呃... 便宜一些些... 然後... 但是我沒有想到... 它這麼大... 我傻眼... 來... 其實我買的是兩層組... 先給大家看下面那一層... 這個... 就是這麼大... 有兩層... 然後... 我的一層是... 呃... 單層抽屜... 就是大... 大抽屜... 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這種的... 有兩個小的...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飾品啊... 什麼的... 另外一個是比較... 高的... 大的... 這個就可以買... 嗯... 罐裝的... 罐裝的那種... 保養品... 然後它們都是可以疊在一起的... 然後其實我最... 最想要的是這種... 這種... 開... 開蓋的... 仙袋式的... 為什麼要買這個呢? 因為它非常的高... 它可以擺我... 長的... 大罐的... 那個... 保養品... 比如說化妝水... 然後還是噴霧那一種的... 那... 你... 因為... 因為那個桌面沒有東西... 時間久了... 其實灰塵都很多... 那就要定期清... 但是這個就可以... 至少可以先防一層灰塵... 然後... 這個就是... 收我的... 保養品的... 還有買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很漂亮... 金色... 嗯... 金色的... 那叫什麼啊... 收... 收... 書報價嗎? 這個好漂亮喔... 這個金色的... 對... 這樣也是幾百塊而已... 我覺得非常划算... 最近天氣有點要變冷了...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買一點那個... 保暖的四件套組... 然後... 登登... 就是這個... 然後我買的是... 嗯... 一邊是棉質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他們說的水晶絨... 然後我買的是粉紅色... 背面是深灰色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是一般的那個水洗... 水洗棉... 就是比較薄的那一種... 夏天可能會蓋的... 然後它的背面就會是這種毛茸茸的... 就這樣... 看起來是不是很舒服... 要注意的是說... 呃... 呃... 大陸的... 床的尺寸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所以在買的時候呢... 可以先詢問一下他們有沒有... 客製... 或是訂製台灣的尺寸... 他們有分什麼床立... 型的... 跟床單型的... 床單... 不要選床單型的... 一定要選床立... 床立型的那個罩... 因為床... 它的床單就是像... 那個... 飯店一樣是... 一整塊大布的... 然後... 你如果鋪在床上的話... 床單的部分... 它沒有鬆緊帶可以讓你這樣... 扣進去... 就是那個鬆緊帶... 它是要直接這樣折進去... 可是... 台灣好像不太... 用這種的... 所以我... 就是要記得... 如果你們要買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一定要選那個床立型的... 就還滿期待的耶... 等我洗過之後... 我就要來換上給它... 睡睡看... 好... 這是所有... 啊!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嗯... 後背包... 的內膽... 就是內... 袋中袋的概念... 然後因為我們... 都有... 後背包... 但是我... 都屬於比較... 像我的那個後背包啊... 那個小狐狸的那個牌子... 它是比較... 嗯... 軟的布... 所以其實如果你裡面沒有用內膽的話... 就是那個袋中袋的話... 你東西一放多... 全部都會積在最底層... 然後那個包包的形狀就會很醜啊...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重量不是很平均... 然後像我老公的後背包... 它... 它是比較... 挺的... 布... 挺的材質... 但是... 因為它東西很多... 然後都亂塞... 所以我看不下去了... 我也就想說... 我們都幫兩個人... 各買一個... 就是那個袋中袋... 讓它可以分類用... 然後我... 先拿我這個... 小狐狸的袋... 剛剛好... 特地去找... 就是... 做這款... 後背包... 大家應該知道那種... 書包款... 後背包的那個... 尺寸... 然後... 我買的是... 灰色... 我把它裝進去了... 是剛剛好的... 剛剛好... 因為它是為了... 這個尺寸做的... 那如果說你的那個... 後背包... 不是這個尺寸... 你也可以... 先詢問店家... 就是... 可不可以幫你克制... 這樣子... 它是可以克制的... 然後... 我老公買的是... 黑色... 我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質感... 真的很好... 有點嚇到... 其實它那時候... 買的時候... 是200多塊... 然後... 我覺得... 好像有點貴... 應該是說... 跟我其他的東西... 比起來...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貴... 應該不需要這麼貴... 但是我收到之後啊... 我就覺得還蠻驚艷... 它的這個背面... 是有一個... 提帶的... 然後... 呃... 這裡有一層... 有一層... 然後它的正面呢... 上面呢... 有兩個口袋... 口袋... 然後... 中間呢... 是長這樣... 就是後面... 這裡可以放... 杯水... 或是... 雨傘什麼的... 然後... 這個... 還送了一個... 小的袋子... 這樣送的... 然後... 呃... 這裡還有一層... 可以放一些小卡... 或什麼的... 然後這裡是有拉鍊的... 比如說... 比較重要的錢包... 或是文件... 是可以放這裡面... 然後它前面就是兩個... 這樣... 然後我要說...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它的... 線頭... 它沒有線頭... 它好像縫得超好的耶... 他們說... 他們是手工做的... 你們看... 就是會講... 這... 這樣看清楚... 我覺得它的線... 線都縫得非常的好... 就是... 它每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的... 弓很細... 然後... 呃... 材質是... 不織布厚的... 厚的... 不織布... 然後... 很挺... 因為它是... 厚的... 所以... 你就擺在我的... 包包裡面... 你看我本來包包是這樣軟軟的... 可是擺進去之後啊... 你的那個包型啊... 會很漂亮... 然後... 重點是你的東西就... 也不會就是... 全部都... 掉在那個... 後背包... 就是那個背包的最底層... 然後讓那個... 包包看起來下面很大... 很重這樣子... 我就覺得... 這個很不錯耶... 但我還沒有用它... 因為我最近比較少背後背包... 但我老公已經用了... 他還蠻... 滿開心的... 因為他覺得... 還不錯... 你看它還弄起來就會這麼挺... 就是... 被繞繞這樣子... 那... 這就是我目前... 就是在淘寶上面買的東西... 都送來了... 差不多就這樣了... 其實沒買什麼...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裙子... 白折裙... 然後那一件其實也是... 為了要臭... 臭... 免運... 欸...算免運嗎... 就是臭折價券... 然後... 買的... 那它在那時候... 我在那時候買的時候淘寶才... 多少錢... 一兩百塊而已... 欸... 可是那它送來的時候啊... 我覺得它質感超好的... 它還蠻厚的... 然後... 我那天穿出去大家都還蠻驚豔... 它竟然才一兩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然後我覺得那個冬天的材質... 穿這樣... 那個毛泥裙出去啊... 我覺得它還蠻保暖的... 所以我覺得那一件... 就是也非常的划算... 第一次有點就是... 廚房特級... 日常用品特級... 第一次使用淘寶... 買這麼多東西... 還有搭配官方集運寄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小小的開箱分享... 那希望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